尽管各方都在呼吁尾巴停火 但是加沙局势依旧没有缓和 以色列军队星期四再次对加沙地带 发动新一轮空袭 造成至少30人死亡 超过50人受伤 当局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再上升 加沙卫生部发言人表明 当地多个城镇遭猛烈炮击 特别是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和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 袭击发生后 救护车和搜救人员赶忙地 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巴勒斯坦瑞生局证实 在过去24小时 有210人 其中包括一整户家庭的人 在袭击中上升 再同一天 约旦和西岸也不安宁 义军和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其实目前巴勒斯坦死亡总人数 已经增加到了21320人 将近加沙1%的人口 联合国统计八成以上的 加沙民众被迫撤离家园 暂时待在埃及附近的 拉法市和周边地区避难